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科控股份在武汉成功投资卧翼生物 海维电子等几十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4年投资英国科控全球 我们剧组在启程赴英国的前几天 浦江创新论坛是在上海举办 而这个论坛是由中国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来举办的 今年恰好英国是主频国 非常多的英国的首席科学顾问 150个顶尖的科学家都为这个论坛来到了上海 可见他的这样一个战略意义和他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想科控参加这个论坛 你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这里面其实我们一开始 一二年来了以后 我们发现中英之间最有互补性 特别在科技转化和上行 因为英国的基础科学是全世界非常非常领先的 对 英国有非常多的专业人才 而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或者说中国企业也是慢慢在走向前世界 同时中国经济也持在一个转型这一段 所以我们通过在中英之间交流也好 或者现在我们在中英之间的投资也好 感觉中英之间是最有互补性 你却在伦敦有非常好的大学 非常好的实验室 非常好的一个论文写作的一个土壤 你说的这一点很对 英国人很多标准都是英文质地 英国也有很多专业的人才 就是英国市场化也将近200多年 其实它全世界的规则它都知道 而中国企业这一块确实要跟英国企业学 就是说无论是抽象企业 或者说我们中国企业未来走向欧洲 确实要尊重别人的文化 和尊重别人的法理 我们不论外 我们都是简单的一些习惯和文化 强调带来一个市场 其实我们也就是勇和吧 包容或者尊重 互相拟解 我这次非常有幸地采访了 克隆·蒙德雷后爵 他就谈到一个契约精神 一个承诺 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签字的 但是今天他说 你看我们要签很多的文件和合同 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英国一开始不就是做一个房子 或者说买一个房子 其实我们谈判 跟伦敦正家所谈判一年的时间 我们所有的文件加起来是将近800多页 以合同 整整一年的时间 就证明英国人在这个年级 对 所以在这一点我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商业规则 信任永远是第一 那么我们感觉跟英国人感觉到 其实更大的是在谈的时候 其实活动签了以后 还是所有的剩下的工作也轻松多了 也少多了 所以这点也是我们中国企业需要学的 我们感觉我们收藏企业在英国 它一样的还是非常贵的 我们股传投多少 投多少钱占多少股 还是很清晰的 其实欧洲腐化就有一套标准 特别加速期 我们结成了所有的 它就不超过10%的催藏企业 或者8个点 我们换多少股传 投2万磅换8个点 基本上是这个比例 就是对早期的收藏企业 没有明晰的商业规则 对对对 非常贵 这次来到英国 走进英国之后 才感受到有一些的实际情况 跟在国内了解到的情况 有点出入 比如说大家对英国人的一个 比较传统的一个印象 非常的严谨 略微保守的一个性格 但是我到这边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数字 2016年 在英国的这个创业速度 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平均每小时是新创企业80家 超过了15年 每小时70家的这样一个创业速度 伦敦金融城1000个人当中 有500家新创企业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群 热衷于创业 今天的英国 为什么有如此好的一个创业的环境 伦敦作为全世界大都市 其实伦敦也三十一十外国人 过去很多中国的企业过来 更多的是 置业的投资多一些 那么伦敦作为它在欧洲来说 它也打造成欧洲的硅谷 所以伦敦作为在这两届政府 对创业也好 或者说对一些创业的政策 和它的环境 确实是非常不错 其实是很包容的一个城市 我知道在这个城市 有300种不同的语言 在这里使用 我感觉也说 它的创业的这种后劲 或者说它国际化的程度 确实非常高 欧洲的主化剂 加速剂 这一点跟中国也有非常大的叙迹 我们的孵化器 比如都坐在交叉器了 年轻人怎么会来上班呢 在英国甚至在整个欧洲 最大的创业孵化器 居然是中国人所创业的 做孵化器 要么是技术型 要么是投资型 往后走啊 垂直型的孵化器 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才能赢得市场 我觉得非常对 创业企业 国内目前的估值 随便这么大 基本上比英国要 相当于十倍 比赛贵国还高吗 对 比赛贵国还高 英国的团队 有技术 有产品 甚至于说 已经有客户在那 但是他问你要的这个故事 都非常非常的低 财富中国 思想的盛宴 下节更精彩 伦敦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 开始了由财富驱动 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型 在这里 聚集了4万多家科技公司 诞生了13个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公司 被誉为欧洲的硅谷 而从一个公司的成长 到整个行业的颠覆 需要科技 人才和资本的高度聚合 在创新创业领域 孵化器一词并不陌生 它的原意是指 人工孵化禽弹的设备 如今则被用来指代 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 管理 资源 策划等支持的机构 在国外 企业孵化器的孵化模式成熟 也是创业者获取商业资源的首选 英国科控全球 作为欧洲最大的中资孵化器 近期更是在伦敦证交所就职 建立起7222平方米 上下六层的创新中心 旨在创建跨国创业生态圈 促进最顶尖的欧洲科技项目 与中国市场和资本的对接 这栋不起眼的写字楼 紧邻城东区的硅谷环岛 伦敦著名创业孵化器 TechUp所在地 不少创业团队驻扎于此 在这之外方圆几公里的街区 统称伦敦科技城 我们现在就是在科控的 这个总部的大楼前 对 但是我知道这个大楼 实际上是很有掌控的 对吗 对对对 这栋楼其实是能登证交所的 一个授住中心 其实这栋楼它有13年的 一直是保护它的授住 没有对外承受 我们在13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 做创新这个行业 能登证交所后来是我们三家竞票 给我们的 我们是十年的 十年的走领期 这栋楼 富二楼还是能登证交所的 所有的授住中心 所有的资料 两百多元的资料都在这个楼 富二楼 那么我们是从富一楼 移植到顶楼 一共六层 一共是八千个平米 我您刚刚谈到一个信息 您说是中间有13年的空置期 对 所以它搬离之后 这个一直没有租出去 不是它没有租出去 是它不愿意租 不愿意租 因为它在 它要挑选一个 它认为是值得租出去的人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它有选择性的 最后是我们三家竞标 最后租给我们 伦交所不缺钱 这是好的理由 因为伦交所 它从历史来讲 它是有三百年的历史 然后从到现在目前来说 所占的这么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它的整个来说 不管它的经济实力 还有综合实力 我想它 所以它不需要钱 所以才会需要挑选 一个合适的人 它是全世界 前三代交易族之一 对 这个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是能登的金融城 这边是科技城 一个交汇的地方 这一边是亚马西 欧洲总部 还有彭博士 欧洲总部 在我们旁边 英国是讲究邮编的 一看邮编 就知道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 这很有意思 比如说你坐出租车 你给它一个邮编 它就能够把你准确的带 就能够到那个地理 对 很精准 所以我们这个最终楼 当时是能登投资室 和英国投资室 跟我们的充分的交流的 过程当中 现在是科技城的总部 也在我们这里 能登科技城 我们这个位置 这边是科技城 这边是金融城 现在能登科技城的政府 这个机构 也在我们的楼里办过 所以我们这个楼 当时为什么我们选择 这个市中心 我们在欧洲所有的倡业 做复华器都是在市中心 这跟中国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基本上是在郊区 很软的地方 不论是倡业者也好 还是导师也好 其实不让一致 到了很郊致的地方是倡业 在一个这种交流的成本也很高 在一个信息的汇总也不够 但是复华器 加缩器 这一点跟中国也有非常大的区别 选择在中心城区 有它的便利性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王总函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说我们的复华器 比如说都坐到郊区去了 年轻人怎么会来上班呢 对吧 没有吸引力 是 吸引力 是基于中国有那么大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有底气 拿这么大一栋楼来做复华 如果是中国是一个小的市场 我们也没有底气拿这栋楼 我觉得还是跟您所代表的 这样一个市场有相当的关系 对 代表中国那个庞大的市场 也有很大的关系 不然的话能能人家走这栋楼 也不会给我 其实我们这整个楼一共六层 这一层是微软 微软的欧洲的复华器 拿来我们这一层 对对对 这个平面一共有多少平面 一共是1100平面 实际面积 它英国是没有公开的 不像中国就是说 对 有公共面积的计算 它的1100就1100 我很好奇 如果我们去硅谷的话 会发现 它的一些大厅的 不化级企业里面 它如果引进一个国家的企业 它会在大厅里面 挂一面这个国家的国旗 那么您的想法 会在您的大厅里面 挂上多少面国旗 我们这个楼梅来 将近有两家 200家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在英国 在英国 甚至在整个欧洲 最大的创业孵化器 居然是中国人所创立的 这两年关于创业 这个孵化器 加速器 这种创业源 这种概念是方心为爱 甚至有人就调侃地说 现在孵化器很多 而代孵化的企业 都跟不上了 那我想问 科控你们的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 纵观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 做孵化器 它其实一直走的是专业化 要么是有技术背景 要么有投资背景 这样的孵化器 它更专业的 其实我们倾向 也就是说科控在英国做 更倾向的是投资 因为我个人也好 还是我的活动伙伴 都是有投资背景 我们的特色就是 是投资型来孵化器 投资类型的 对 在看您企业的材料的时候 发现您的一个 科控的一个股东 也曾经做过我们 《财富中国》的栏目的采访 就是汪朝勇先生 但是我听说 您跟他的渊源 还不止创业伙伴这一点 是吗 对 汪先生也是我同学 也多年的同学 是哪个时期的同学 高中的同学 那也认识了好多年了 对 汪先生其实也是 我也是受他的影响 进入投资这个行业 在一个汪先生 也是很有情况的一个投资家 特别是对回国留学的 创业的一种 他的高度也好 或者他的理解也好 确实在我们这个 科控里面 起到了很多的指导作用 其实汪先生 我们购制在华尔街也好 或者说中国第一批 自我风险投资也好 确实我们科控里 是基于创始人也好 或者说一开始 就是很国际化 所以我们企业未来 也就是说 立足是国际化 那么最开始是 您去找的他 还是他来找的你这个老头去 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一起在聊 因为他也经常到英国来 或者英国 他也在英国有些投了一些企业 所以我们在两边跑的过程中 反正这一块没人做 我们就来做一做 很好的机会 也没有说刻意 其实我们12年13年 到英国来的时候 我们是很早就在 就关注到这个领域 对 很早就想做这个科技转化 和早期的复华 我们还是相当的 还是走了比较前面 随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的推行 近两年 国内纷纷兴建了 大量的孵化空间 而和国内孵化空间 都自称孵化器不同 欧美的孵化空间 有着明显的分类 且在运行管理 空间扩展等特点上 各有不同 目前主要有四种模式 即联合办公空间模式 创业社区模式 孵化器模式和加速器模式 其中提供全方位创业支撑的 加速器获得青睐 也是美国最成功的孵化空间 数量极少 只占硅谷地区孵化空间的 5%左右 在成峰 英国科控全球首席执行官 即联合创始人 中英青年创业协会主席 他一直积极支持 初创企业的成长 拓展创业网络 建立并加强 中英初创企业间的互动 与交流 为什么海外的加速器 它的项目的成功率那么高 它的存活率那么高 它的和资本对接能力那么高 它首先本身筛选这个项目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流程 那么筛选了项目之后 它会把这些项目 带到一个固定的一个物理空间 给它对接项目的一些资源 一些项目需要的一些投资人 项目的一些真正的导师 各方面的 全方位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一个创业公司 需要到市场去融资 需要到市场去推进自己的 这个企业的各方面的要素 全部集结在这三个月 到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在第三个月 或者第六个月的时候 进行一个路演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加速器 它给的是一个 在三到六个月里面 非常集中的这样 给一个初创企业 提供的这些要素的这些支持 我看过一个 美国的一个科技博客 它的一个观点就是 现在复化器这个感觉 非常红火 非常热 但是往后走 小型复化器会纷纷地倒闭的 而中型复化器面临一个合并 垂直型的复化器 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才能赢得市场 确实你说得非常对 我们感觉复化器不是说 一定要有创业经济的人 或者说要有投资背景 做个投资的人 或者说有非常好的技术背景 我认为这样做复化器 就是递投资性的和专业性的复化器 也可能它生成的时间更长 所以我们扣控来说 更容易做一个跨界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一块 也就是说确实是没有 中国企业是没有一家来做 所以我们很有信心 因为现在从全世界来看 硅股 全世界的资本也好 或者所有的投资都在硅股 但是理念上我们感觉 硅股项目的质量也好 估值太高 估值太高了 而欧洲 现在是一个估值比较低的 一个时间点 真正在这一块 投资的还不是那么多 那我想请问您一个 比较尖锐的论题 关于创业企业的一个估值问题 国内目前的估值税 催促怎么办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分析 也就是说中国的 我们现在跟美国 就是同样的技术团队 同样的项目估值 美国如果说估值100万美金 英国估值只有30万美金 三分之一不到一 对 三分之一 而中国基本上 股值应该比英国要 相当于10倍吧 也就是说中国股值 比在硅谷还高吗 对 比硅谷还高 也就是说比欧洲更高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价值挖地 反而是在欧洲 对 对 对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在欧洲来 也是看待这一点 英国单一市场还是比较小 如果说经过 如果抽商机器 能够结合两个市场 确实有它多到的地方 其实我们更愿意 这个抽商企业和高伙企业 能够在英国 把英国的市场也做好 同时也拾回到中国 把中国的市场也做好 我认为这种企业 确实是我们心动要投的企业 在这样的环境下 伦敦诞生的13家独角兽公司中 有8家是过去近一年半里 成长起来的 而在整个欧洲 过去一年独角兽的数量 也增长了33% 根据伦敦发展促进鼠笔录的 数据显示 这些新兴科技公司 在2015年 一共吸引到 2.28亿美元风险投资 比上一年增长了69% 美国的这些项目 估值都非常非常地高 就我们可能说有些泡沫 它没有技术 没有团队 只有一个概念 它敢问你要一个 非常高的估值 而欧洲的团队 特别是英国的团队 有技术 有产品 甚至于说 已经有客户在那了 但是它问你要的估值 都非常非常地低 第二点 其实美国和英国 就像两座 都是两座金矿 但是美国这个金矿 它可能储量 很大 有上万的人在挖 英国这儿 就我们当时 两年半以前去 其实很少有 中国的投资人 当然我们国内 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机构 在那儿 但是是做的是 比较后期的并购 到伦敦去投早期的 科技项目和初创企业 是没有这样的机构 在那儿去设点 去专门做这一块 评估一个富华期的企业 四大支撑 我们更热于富华人才 人才是最重要的 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团队 什么样的项目 两年多的时间 像你看着800多家企业 那100个项目 选一个两个 永远是优正企业 整个这个加速期 它给的是一个 在三到六月里面 非常集中的这样 给一个初创企业 提供的这些要素的 这些支持 财富中国思想的盛宴 下节更精彩 我们来评估一个 富华期的企业 我们会聚焦于它的一个 资金 技术 人才 平台 这四大支撑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更热于 富华人才 人才是最重要 其实我们 创业的所有要素 人是第一要素 如果这个人有权利 或者说有潜质 或者说有机器 创业的这种概率 更高一些 那我想问 今天入住 这个全欧洲最大的 富华期的企业类型 有哪些 其实我们更多的 现在是 我们也算是一个 中后服务体 现在进入我们大陆 有帝国理工 也微软的富华期 在欧洲最大的富华期 那么我们未来 这个富华期 更多有80% 就是英国的抽策 科技企业 20%是中国的企业 现在几乎我们那个东楼 就是说现在要进出的企业 是我们更热于 它热于到中国去 开分公司 或者说热于到中国去发展 这种企业 我们更热于富华 当然我们也不说 仅仅是定了一个市场 英国的一个高坑企业 如果它能够兼顾中国市场 我们更热于投资 也更热于富华 雷军的投资原理 他说杀鸡要用牛刀 我想要进入科控的 这样一个创业富华期 什么样的团队 什么样的项目 能够入您王总的拔岩 其实我们在欧洲 在英国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 更多的是走 坚强的实验室 牛津的实验室 帝国理工的创新中心 帝国理工也一个 很大的一个富华期 是我们经常收到的 产学研的一个转化吗 对 牛津英国的 去年的专利 大概106个专利 它已经转化了 将近90个专利 已经转化 其实转化力非常高 所以我们团队 就是几乎每天 都跑英国所有的大学 或者说英国 其实还有 执牛津建桥以外 英国有很多 非常不错的大学 它里面有的系 有的专业 都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这里面 也就是基础科控 有这个条件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 我们团队也将近50人 所以我们基本上 跟英文大学 现在建立一个 很好的合作馆 我看过一个数据 是讲建桥的 它的一个 这个产业的转化的成果 是高达成功率 高达97% 我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说 这错了吧 不可能有这么高 但是我们的这个团队 就经过核实以后 说真有那么高 那说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呢 因为大学里面 它对你一个产业 进行产学院转化的时候 它没有一个 时间上的限制 但是像创业复化期 像科创这样的 一个复化期 它就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你们会有一个 淘汰机制吗 或者有个时间限制 一个企业进入我们 全期当然我们 也可能一百个项目 选一个两个 我们永远是 悠正显悠 当然选的企业 我们是希望 在我们这个复化期里面 有一个半年的观察 如果说确实不错 或者说 它既能够在英国市场 做起来 也同时能够在中国市场 做起来 这种企业 我们更容易复化 这个当然需要时间观察 所以我们当然 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就是我们复化 什么内心的企业 英国有把大科技 它对行业 像医疗 向它的参与产业 向它的新材料 就是我们会所有的 复化的对象 是进入英国的 所有基础 条件好的这些技术 我们进行复化 所以我们两年多的时间 将近看待800多家企业 在英国 当然我们现在 所有的还是建立一个空 就是我们会 基于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复化一段时间 如果适合在中国 我们就把它带来中国 但是我注意到 您刚才说有这个医疗 高科技的一些行业的 企业的一个复化 但是我知道 在您的科目里面 还有文化 艺术这方面的涉及 这是为什么 是的 因为伦敦是创业产业 在伦敦从业加60万人 那么创业产业在英国 确实在所有的行业里面 增长是最好的 我们感觉中国的文化创业产业 未来十年也是一个高速增长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 确实是我们整个复化期的一楼 有一层的 全部是创业产业的复化期 包括我们最近跟这样几些 创业产业会进入我们这个楼 其实我们现在跟他签 只要是有一个想法 是培养年轻的设计师 因为他这个行业 也是在我们华人里面 也是非常有名的 知名的 全世界知名的设计师 所以我们当时 一开始跟他谈的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楼里面 开一个办 培训和培养 有权利的华人设计师 所以这里面 其实也很有意思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传承 如今近看伦敦的行业细分 总有发展特别强势的行业 为后期科技创新提供支撑 比如伦敦时尚行业的市场规模 及时尚文化所奠定的市场需求 就为时尚电子商务的发展 提供了温床 目前市值过百万美元 业务全球化的 伦敦科创企业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可小觑 而这与伦敦帝国理工 伦敦大学学院 包括剑桥 牛津 在应用数学 计算机科学 和机器学习领域的 创新研究紧密关联 在可穿戴技术领域 无人驾驶技术 甚至金融科技领域 商业模式的突破 也让人对伦敦科创行业的 创新精神 多了一份惊喜和奇迹 美国有将近四所到五所的大学 在前十名 英国也有三到四所大学 可是有一个数据 我们都忽略了 美国有将近上千所 两三千所这样的大学 它只有四所上了前十名 英国真正的综合性大学的话 只有130所到150所 但是也有四家上榜了 所以这个其实除了美国以外 英国其实一直在 全球的创新排行榜的话 它能力一直是为了第二位 考虑这些很多的综合因素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觉得 应该要把这个点 去设在英国 设在伦敦 英国的年轻的创业者 跟中国的年轻的创业者 他们有些什么差异 创业确实是九十一生 鼓励什么样的人创业 哪些朋友就不要创业了 别家有他的天生的地方 马人也没想到 在今天企业做得那么大 创业构出的纪念 会一定代表未来 财富中国思想的盛宴 下节更精彩 您最开始来到英国 这是第五次 第六次的创业 其实我也经过五次创业 五次创业 对 也是做个钢铁 国际贸易 一直在欧洲 第二个我们也做个房地产 做个汽车 一开始我们在英国来 没有说一定要在英国做什么 但是我们来了以后 确实发现我们华人 第一代华人 基本上是在英国来开餐馆 第一代华人 更多的是在买房 房地产的投资 现在做了这个事情 没人做 做科技转化 做早期的企业投资 其实欧洲 没有我们华人来 来到长期待地来做的 是没有 最主要的还有一点 中国你知道 每年将近有十万人 其实我们感觉这一块 确实没人帮着它 虽然它是中国人 但是你知道 它在英国拿来留学五年 十年以后 它在中国市场也好 怎么跟中国企业 大家的作为年轻人 不一定那么了解 是基于我们 有这么多年的经验 所以我们更容易 帮助年轻的留学生 创业 80后90后 跟我们的时代 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感觉 他们有能力 或者说这个时代 他们完全有能力 出来创业 现在我们团队里面 大概80% 都是留学生 所以我们很新闻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 年轻的创业者 跟中国的年轻的创业者 做一个比对的话 你觉得他们有些 什么差异和共同的地方 确实有差异 对 其实欧洲人 更多的创业 也是根据个人爱好 喜欢这个词 也可能 始发点 更多一些是这一块 他发现 顺应天性 找到自己的爱好 第一是喜欢这个事情 第二他发现 他的技术 在这个行业里面 很多人是没有的 他也不能 也创业这个 玩玩玩成高手了 所以这里面 也就是 而中国创业也 到中国三个人 说 在並且 还要 那就是 在这边 没什么 招待 这边 过来 这边 这边 太 你 打 会 好 我 我 我们看到很多身边的年轻人 都有这种创业的冲动 您作为一个过来人 特别现在又在从事孵化行业 您有什么样的告诫吗 鼓励什么样的人创业 或者劝哪些朋友就不要创业了 第一要准办 就是资金 头脑 就是一个项目 你在做的过程中 你如果说在准备的时间 成本是最低的 你一旦项目立下了 开了工资 造了房子 你要发工资 要交资金 如果准备的时间 这个时候是成本最低 而且创业之前可以多问一些 你想问技术人 问你认识人里面也好 或者已经有创业纪念的人也好 这个我认为 其实这个准备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一 要准备时间长 当然我们认为企业家有它的天生的地方 我认为这一点也不是说每个人适合做传业 还是自己要了解自己 我适不适合创业 我满人也没想到今天企业做了那么大 所以我们来说还是综合的 就是所有要所要要好 技术人才资金 所谓这个节点 趋势 大概在今年有 跟英国有一个叫人才复发期 我们更容易认为在国内如果推这个事 更有价值 适合创业的人 放在伏发期陪训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 先没有一个现成的项目 而是通过这选50个人 在这个伏发期三个月 他自己来选择项目 就是三个月以后再定 这里面我认为就是更能够 把项目更优化 您这个比例就让我想到 进入部队有三个月的新兵营 对对对 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国内如果说那么多创业的人 如果说全局有一个 有一个人才复发期 我认为我们客户已经软易 更软易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创业之前 有一个学习过程 我认为这个 大家给创业做些准备 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创业者 对 在这个新兵营当中 能够得到一个锤面 肯定有人是不适合 就可以就创造不要创业 有的时候创业 我们就能支持他创业 那么谈谈您自己 五次甚至是六次的创业 都能够成功 或取得相当好的一个成绩 您觉得您个人性格特质当中 什么是最能够帮到您的 创业其实一开始还是要 这个时代 把这些东西你吸收 不接受 你不能不接受这些新的东西 不能往外推 对呀对 你要接受一下 当然我们认为就是 在做这个工作 其实是看哪个节点 做什么事 所以我们各是说 选行业 选时机 选优秀的人 是否也算人 大学来 是否也认为 双手 利刑 好 务 务 务 好 务 务 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